来看这么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呢 其实来说整体来说是比较 比较简单的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一个 以后我们怎么去练习的这么一个思路 那么说我们说这个前端的话 其实没什么捷径 就是多练 你做的页面多了 你自然这个水平就提高了 那问题是 往往没有那么多页面 是不是让我们去做呀 所以往往我们需要自己去网上 去找一些页面 自己去干嘛呀 模仿 模仿 别人怎么写的 我倒是写 我写的多了 自然而然就干嘛了 就会了 那比如说以后我们可能 学完了以后 可能我们可以自己干嘛呀 你模仿一些什么呀 像什么京东啊 像什么淘宝啊 像我们这些比较大型的网单 模仿一下 在首页啊 自己尝试做一下 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的水平提高会很快 很快 但是现在我们要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去模仿一个页面 那首先你要模仿一个页面 你要先大概对这个页面的一个整体结构 你要一个什么呀 了解 一看咱们这个页面 其实比较简单 也没有什么难度 咱们就直接写了 咱们一边遇到问题 咱们再去说 那首先咱们来看 页面咱们从上面开始写 最上边这是一个 这是我的这个个人博客 这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了 是一个一级标题吧 一级标题 所以这里边我们来这样 先来创建一个页面 Ctrl C Ctrl V 改个名叫做一个ES12 我们这个练习 然后呢 直接在这编辑一下 这里边呢 我把这些没用的 我先都给它去掉 去掉 这个是我们一个练习吧 然后一个一上来 是我们一个H1的一个标题 那这个字呢 你就不用去打了 直接干嘛呀 直接把它复制过来行了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博客 然后Ctrl C Ctrl V 一粘贴 这就OK了啊 然后咱们一边打开的笔楼来看 但是打开以后发现字是一样的 但是发现什么呢 是不是位置不一样啊 这个它是靠左的 然后我们这个整个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居中的效果是吧 那么说的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把我们这些所有标题 是不是统一放到一个 Center里啊 Center里 来 那所以这里边我们直接来一个标题 C-E-N T-E-A Center C-E-N T-E-A 然后干嘛呢 把这些所有东西都放到这个Center里 就可以达到这么一个居中的一个效果 来 看这边张过来 这回再看 一刷新 是不是居中过来了 好 居中过来 然后再看这儿 博客这完了以后 下边是一条什么呀 水平线 水平线下边是一个这个 东方破 这是一个二级标题 是吧 二级标题下边一个周杰伦 周杰伦 这应该是有这门的 哎 超连接可以点的啊 可以点的 所以这里边下边我们这来一个这个 HR 是一个字结束标签 然后这是一个HR2 我们这个二级标题 二级标题里边写的是一个东方破 然后再往这来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 超连接 哎哎 我们这里边是一个 哎 周杰伦 这是可以去点击的 但是问题又来了 那这里边现在干嘛呢 我这一刷新链接 虽然是上面标题 HR 还有这二级标题都是一样的效果 周杰伦也是一个超连接 但是现在这个超连接干嘛呀 是没有那个效果呀 他是不是也不能点呀 哎 不能点 那为什么不能点呀 我们是不是没有写这个HRF属性啊 哎 那这会问题来了 HRF属性 我们到底要 要写啥呢 这东西咱们是不是不知道啊 哎 像这种包括咱们工作的时候也是 往往这个一上来链接地址 我们上来能不能确定啊 不能确定 往往我们都随着什么呀 随着开发的时候这个链接地址才能去确定 那现在不能确定 可是链接你不写 他是不是也没有效果呀 那怎么办呀 我们就需要写一个东西 是不是给他 站着地方啊 哎 站地方 我们可以写什么呀 哎 写一个警号啊 警号 所以这里边我们来干嘛呢 创建我们这个超链接史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个地址不确定 可以什么呢 可以直接哎 写一个什么呀 写一个这个警号 作为什么呢 作为这个站位服务 哎 那警号有什么作用 我们先来看看啊 现在我设置完警号了 我这一刷新 现在哎 你超链接是这样的对吧 我这一点走 哎 看 页面变了吗 没变 点完了以后页面 不会跳转 而是这一块 是不是多了一个警号啊 所以警号的链接 就是干嘛呀 你点完以后 它不会跳 但是它具体作用 但是我们再说 其实还有一个其他作用啊 其他作用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这个东西设置完了 超链接有了 然后再往下边 是不是就我们这个 这歌词了呀 这歌词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段落呀 哎 所以干嘛呢 直接一复制文字 一复制文字 然后这我们来写一个什么呀 写一个 P标签 然后干嘛呢 将这些文字 是不是直接放到 我们这个P标签的这个 里边啊 但是注意 它这一块又不是纯文字 怎么不是纯文字呢 在文字之间 是不是还有图片啊 哎 图片的位置 我们先干嘛呀 给它空出来 我们先不写 待会在这时候 要放一个图片啊 然后图片下边 还有什么呀 还有文字 来 Ctrl C 还是给它粘过来 留一个控行 这控行是我们 这个图片的一个位置啊 然后再往下 再来看 再来看下边 是不是还有一个图片啊 图片下边还有一堆啊 来 Ctrl C 也得粘过来 粘过来以后呢 这儿来一个 哎 好 那现在我们这个文字 是不是都粘过来了 哎 我们先来看什么呢 先来看我们这个文字的一个效果 保存一下 这一刷新 来 走你 有五 你发现我这文字 他说写成一堆了呀 而我们中间这个效果 他说什么呀 他是一行一行的吧 这是为什么呀 哎 那我这不是写换 这不是换行了吗 哎 他说不认识啊 哎 你写再多换行 他是不是都给你当中空格啊 所以干嘛呀 我们是希望在每一句话后边 都换一个行啊 所以干嘛呀 我可以在每句话里面都写一个 别 但是这个事呢 稍微对吧 有点 有点麻烦啊 我们来给他写一下 都给他写一个这么一个 点 哎 那这块呢 就没有什么技术化量了是吧 你就粘吧啊 Ctrl C Ctrl V 就不用Ctrl C了 Ctrl C一次就行了是吧 但是呢 你千万别给他 粘错了 Ctrl V Ctrl V 所以你们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习惯去使用一些什么呀 快捷键啊 快捷键会提升你这个编码的一个速度 好 换行都写完了 我这一刷新 整个效果是不是出来了 哎 出来以后中间还差什么呀 哎 图片 图片怎么办呀 图片怎么办呀 哎 我们可以看页面是不是都给你了呀 你可以干嘛呀 直接选中页面里边图片 直接干嘛呀 哎 有一个什么呀 将图像 是不是另存为呀 哎 你就给它保存也行 那还可以干嘛呀 咱们这东西实践干嘛呀 原文件是不是都给咱们了 原件给你的图片是不是就跟这了 直接把这东西Ctrl C Ctrl V你给它粘过来是不是行了呀 那如果你在网的时候 没有的时候干嘛 直接文件另存为 然后直接保存到桌面一保存 是不是也有啊 哎 也可以啊 多种方式 但是圆满都有了 我们直接粘过来就行了 有了图片以后 我们这直接来一个引入这个图片 一共是几张图片啊 一共是两张 一和二 这个位置我们都给控出来了 引入图片用我们这个IMG MG标签 IM标签有两个属性 一个叫做SRC 一个叫做这个out SRC我们直接写了 叫做一个1点 是GPG吧 1点这个GPG 还有一个2点GPG 那这个out我们给写上 叫一个什么 就随便写一个吧 图片 但是你真正做的时候 这个描述要描述的是图片 这个内容啊 然后说C 这粘过来 这是一个2点GPG 这是一个图片 二 我自己保存 咱们再来看 一刷新来走你 哎 图片是不是过来了 哎 咱们看问题 我这图片 是不是跟我这文字 这在一行了呀 为什么呀 那是不是证明我这图片 它也是不会自动换行的呀 那所以我们可以干嘛呀 哎 我在图片后边同样也给它加一个换行啊 图片后边也给加一个边 这回再保存一刷新走你 是不是就行了呀 哎就行了 但是呢明显感觉到咱们这图片好像比人家那是不是大一些呀 那这俩图片明显是是不是一边大的呀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干嘛了 给图片指定一个宽度 比如说拿这个图片举例子 我直接来什么呀 在这在后边写吧 来一个这个YS YS我来等为什么呢 等一个 咱们等一个这个400个像素 我来看看行不行 我这一刷新走你 哎 400好像 还大是吧 那这玩意儿这大小 我们指定多少合适呢 哎 那我们这里边实际上有很多种方式啊 很多种方式 那比如说 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干嘛呢 远码是不是都有了呀 直接右键查看页面 远代码 往这一看 是不是看见了 哎 直接查远代码就可以 看见了 还可以干嘛呢 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电脑里基本上都应该都装那什么呀 截图工具啊 直接把截图工具打开 我这个块呢 在我这个SOGO输入法里边有一个截图工具 我得装上了 直接按这个截图快据键 是不是出来这么一个块啊 那怎么量啊 哎 这块量的时候可能就不特别准确了啊 直接在这文字这咔 从左边一直偷到右边 哎 你看 它这边是不是一个大小啊 是一个300乘以 97 这300就是什么呀 宽 97是什么呀 高 而我们这块是不是要量的是 宽呀 哎 所以我这一看 大概我是不是知道 它这个宽是300了呀 哎 可以干嘛呢 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截图工具去量一下啊 量一下 也可以干嘛呢 我们不是装了一个firebug吗 点开这个firebug firebug这有一个什么呀 有这么一个玩意儿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查看元素 你点它干嘛呢 你看当我鼠标移入到这 它是不是就 能被一个选中状态呀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想看这个图片大小啊 直接拿这鼠标一点这个图片 一点它 来看这儿 与这个图片对应的这个Html代码是就出来了呀 哎 你看这是不是也能看见啊 哎 YS等于一个300PS 所以这个方法很多啊 但是一定要习惯使用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 那不仅用它可以用我们的coroom里边也行啊 也行 好 那这儿看完了 我们知道宽度了 就直接来一个什么呀 300PS 那两个图片是一边宽的 是不是都是300啊 那高度我们还用没有设置的 哎 高度让它自己调整就OK了啊 自己调整OK了 来这里边我再一刷新 哎 这回是不是就OK了呀 哎 基本上就一样了啊 来 那再往下写 上边都写了 再往下写 这是一个 水平线 水平线下边有什么呀 有是不是有几个超链接啊 哎 有几个超链接啊 来 我们这来 先来一个这个水平线 这是来一个这个H2 然后下边是一个友情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 这里边一共有几个呀 一共有五个链接 是吧 那这样咱们就不写了 直接干嘛呀 Ctrl C给它 粘过来啊 Ctrl C Ctrl E给它粘过来 粘过来以后呢 我们现在这么写 看看什么效果啊 一保存 来 这块一刷新 来 走你 哎 是不是出来了呀 但是咱们这链接 现在是 写成一行了 是吧 哎 写成一行了 而且这个东西得干嘛呀 是不是得放到一个 A表里啊 哎 A表里 所以这些呢 咱们都给它干嘛呀 哎 给它放到一个这个 这个超连接去 H drive 这里边也是用警号 作为 这个玩意就有点 有点麻烦了 我直接复制啊 Ctrl C 这个是我们这个 B网站 咱这都无所谓了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 C网站 然后这个是我们一个回到顶部 然后呢 最后一个是一个这个联系 我们我们都用什么呀 都用我这个 哎 H drive 这个警号 作为战略服务 现在我这一刷新 走你 哎 是不是都变成一个超连接的状态啊 变成完了以后呢 我说实际上我们这个 C网站和回到顶部 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一个换行啊 换行就简单了 直接在这加一个这个边是不是行了啊 保存 我们再来看 一刷新 哎 这换行就放回来了 好 整个页面的实际上我们就算给他完成了 让我给他完成了 然后呢 这里边完成以后 但是好像 他这距离 比我们这个距离要 要大一点是吧 哎 其实就是什么呀 哎 多写一换行就行了呀 哎 来 保存 再来一刷新 走你 这事都ok了呀 好 那写完了以后呢 我们整个页面从直观上看的效果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们来看有哪些地方我们还没有处理的 哎 那首先友情链接 A网站 B网站 C网站 这就没啥可说的了 对吧 往下看 它有一个功能叫什么呀 叫回到顶部 什么叫回到顶部呀 哎 我这一点的链接 咔咔咔 干嘛呀 是不是直接回到我网页的 最上边啊 哎 最上边叫回到顶部 那我们说了我这功能 我这个链接现在有没有回到顶部这功能 没有 哎 我们来试试 现在我设置了什么呀 我设置了是不是 井号啊 哎 井号 我们来看看行不行 我这一点来 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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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回到顶部了呀 哎 所以我发现这链接 如果设成井号就是什么呀 是不是会自动回到我们这个页面的一个顶部啊 哎 所以这里边我们来说 井号这么一个功能 哎 如果将我们这个链接地址干嘛呢 设置为什么呀 井号 则什么呢 则点击我们这个超链接以后会什么呢 会自动跳转到 跳转到哪呢 跳转到我们这个当前页面是什么呀 顶部啊 会自动跳转到我们这个当前页面的一个顶部 所以这是我们井号的一个作用他除了可以站位还干嘛呀 回到这个顶部 那我们说了 那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呀 我可能上边我需要来一个链接 哎 我可能在这写一个链接在这写吧 哎 怎么 哎 去 去底部 哎 去 去底部 什么意思呀 来 回到这我一刷新最上面是不是一链接啊 我希望一点他一点他一点走走走走走干嘛了 是不是走到最下边啊 哎走到最下边 那现在这链接行不行 我这写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还是井号啊 你只要写井号 他是不是一直都去这什么呀 去上边啊 那这怎么办 我想去下边 那怎么办啊 那我要想去下边 这下边 我们是不是先得下边到哪 你是到到这一块呢 还是到这一块呢 你是不是有一个位置啊 那我没想想去哪啊 我是不是想要去最下边啊 最下边是谁啊 最下边举个例子 我拿这个举例子 我想回到什么呢 我想回到这个超链接所在的什么呀 所在的位置 那这个超链接所在的位置是不是正好是 底部啊 哎 我想去到这个超链接所在的位置 那问题来了 那我是不是得告诉这个超链接 我一点他以后 你干嘛呢 你直接给我定位到什么呀 是不是下边这啊 哎 定位到这个超链接 这个元素这 那问题来了 那这个超链接 他有没有什么标志啊 没有什么标志吧 那我希望干嘛呢 我希望我能给这个超链接加一个什么呀 加一个标识 也就说干嘛呀 我通过这个标识 是不是可以指定 我要来到这个位置啊 哎 来到这个位置 那这里边我们就要说一个什么呀 说一个属性 哎 说一个属性 我们说在我们这个Html中有一个属性 每一个元素都可以干嘛呀 都可以设置 也就是这个属性每个元素都可以设置 该什么呢 哎 该属性可以什么呢 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标签的什么呀 唯一 哎 唯一标志 我叫唯一标识 什么属性呢 哎 我们说哎 这个属性就是什么呀 就是 id 按按这个属性id id 什么意思呀 哎 就是你的编号 你的id 是吧 像什么呀 我们身份证号是不是就一个id呀 哎 身份号id 那比如说我给这个a加一个id 来什么呢 来一个id等于一个bottom 什么意思呀 bottom bottom 叫一个底部的意思 那注意这id你想起什么就起什么 abcd fd 汤姆克鲁斯 想起什么就起什么 这东西比较随意 但是注意这种东西不能以什么呀 不能以数字开头 也就是说你要不 你不能写个一二三bottom 能理解吧 哎 必须得以什么呀 以字母开头 这个属性是id 那我们说id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说 一旦 我们说id属性在什么呢 在同一个页面中干嘛呢 哎 页面中 只能有一个不能什么呀 不能重复啊 不能重复 换句话说 我这个a 它的id已经叫bottom了 其他元素还能不能叫了 哎 不能叫了 所以在页面里我只要说找到id为bottom那个元素 是不是就是谁呀 是不是就是这个a啊 哎 就是这个a 那现在我希望干嘛呢 来回到这 我们去底部的功能就变了 我希望干嘛呢 我希望跳转到什么呀 id为bottom的什么呀 的元素 所在的什么呀 位置啊 我要跳转到id为bottom的元素 所在的位置 那这块我要怎么写啊 哎 直接在我们这个href中干嘛呢 写叫什么呀 警号来什么呀 id属性 值 去哪你就写谁 我想去哪啊 是不是bottom呀 所以我就写什么呀 警号bottom bottom 我们来看什么效果啊 来看什么效果 来看这 我这回推 我这一刷新 现在去底部 哎 我们来看效果啊 一点走 是跑最下边来了 哎 再一点 是跑最下边了 为什么跑最下边了 因为 这个是不是我id为bottom这个元素啊 哎 他给他显出来 只能干嘛呀 跑这个位置 哎 那我们说了 我要干嘛呢 我们来看看啊 假如说给这儿 p加一个id id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 hello 我想干嘛呢 去这个id为hello这个位置的元素 那我怎么办 哎 我是不是这来一个警号 hello啊 哎 警号 hello 去哪 你就写哪啊 来一个警号 hello 来 我们来一个 哎 去我们这个 哎 指定的一个位置 保存 我们来看啊 这块一刷新 回退 我这一点 走 哎 是不是定位到这儿了呀 哎 定位到这儿了啊 所以你想去哪 你警号后边就干嘛呀 是不是就跟着谁的这个 id啊 哎 想去哪 警号后边就跟着谁的这个 id啊 可以定位到我们的元素 定位到我们这个页面的一个什么呀 任意位置啊 任意位置 但是你要注意 id干嘛呀 不能 重复 它是一个什么呀 唯一的啊 唯一的 好 这是一个啊 我们这个定位 在我们当前页面里进行一个定位的这么一个超连接 还有一个接下来我们接着说 还有一个什么呀 再看下边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叫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其实这种东西其实用的不是很多 那联系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效果 直接看我们这个吧 做好的这个 联系我们 我这一点走 哎 你看什么效果 他是不是直接打开了我这个计算机里安装的这个电子邮件的这个客户端了呀 哎 客户端了 然后你看收件人这是不是已经给你写好了 哎 写好了 所以这个联系我们呢 说白了就叫一个什么呀 叫做发送电子邮件的一个什么呀 超连接 发送什么呢 哎 我们这个电子邮件的一个什么呀 哎 超连接 什么意思呀 点击 链接 以后可以干嘛呢 可以自动打开我们这个计算机中的什么呀 默认的什么呀 邮件 客户端啊 可以打开我们的计算机中的默认的客户端 那这个链接我们要怎么写呀 其实你想想只有哪特殊 是不是只有href的这个值是特殊的呀 那怎么写呀 来说一下怎么写的 href等于一个里边写什么呀 哎 叫做一个mail mail什么意思呀 邮件 mail什么呢 to后边一个冒号跟的是我们这个邮件 地址 啊 邮件地址 那看我们这怎么写 我直接来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mail to to谁呢 随便写一个 随便写一个什么呀 abc at一个at 硅谷点 com 是不是写这么一个电机址啊 哎 我这一保存 咱们来看什么效果啊 现在我这 回到这一刷新 现在联系我们在这呢啊 看着我一点走 哎 看 是不是就打开我这个默认的余键客户端了呀 哎 我这个默认的客户端是这个outlook 所以打开了我这个outlook 然后来看收件人干嘛了 是不是abc at 爱的硅谷啊 这是谁呀 这是我在这配置的这个什么呀 地址吧 哎 配这个地址啊 这是我们说发送电子邮件的这个什么呀 超链接 当 点击这个 超链接时会什么呢 会默认打开我们这个计算机的什么呀 默认电子 邮件客户端 哎 那问题来了 有同学干嘛呀 你说了 我这计算机里 没有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是啥 我说都不知道啊 没有这玩意儿怎么办呀 没有这玩意儿 那他就干嘛了 就不打了 那不同的流览器处理方式不同 这种方式指针对什么呀 你有这个客户端子 有一些干嘛呀 他会给你打开 浏览器啊 那这种如果没有的话 他的各种这个 浏览器处理方式呢 不同啊 不同啊 会默认如果有的话就会干嘛呀 默认打开计算机的这个默认电子这个邮件客户端 并且什么呢 并且将什么呀 收件人设置为什么呀 哎 卖哦 后的什么呀 后的这个邮件 地址说白了 他的这个作用就是方便你给什么呀 给这个网站的主人发邮件啊 发邮件 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呀 联系我们这个邮件 但是这种东西 其实现在来说用的干嘛呀 用的不多啊 用的不多 现在都干嘛呀 可能在最后给你放一个什么呀 二维码是吧 哎 放个二维码 二维码干嘛呀 支付宝那个是吧 扫一扫直接给捐款了是吧 哎 直接给捐款啊 好了 那现在这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超连接 就这个练习 把这几个超连接给说完了 又说了两个 一个是在什么呀 在我们当前页面跳转的一个 后边跟的一个警号 警号后边跟的是我们这个ID属相值 还有一个是干嘛呀 是打开我们这个邮件 客户端的一个超连接 这种呢 用的相对来说不多啊 而这种会用的比较 比较多啊 比较多 好 这一块我们来停一下